他吃我的头发,快点救我 你看他 救我 这里是芭蕾不老 今天这些影片我们会给你们讲 我们在芭蕾不老度过 走什么样的东西,玩什么样的东西 吃什么样的东西 Let's go 说到冰城,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 Georgetown,不然就是大山脚 而在冰岛的后面其实有一个区域叫做 巴勒不老,也就是佛罗三贝 为什么叫做巴勒不老呢 18世纪的时候,显罗和吉打之间处于动乱 很多人选择逃到佛罗三贝 而他们都会说拉里克是巴勒不老 就是逃到岛另外一边的意思 就这样这个地方因此而得名 除了这边的人民,多数以农作物为生 如稻米,椰子,橡胶,豆蔻,还有榴莲 刚刚好上个影片我们就是 最近一个留言园主题度假屋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看看哦 晚来晚起的路 如果你们会运车 记得准备你们运车要哦 来巴勒不老玩的话 建议大家是自驾或者是包车这种零行的 因为它的脚踪会比较不方便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蛮特别的工厂 叫做豆蔻工厂 不过什么是豆蔻 豆蔻你不懂? 我真的不懂 Oh my god,豆蔻我不懂,你们懂吗? 现在有在腌制中的豆蔻啊? 有,我腌制在里面有 哦在里面啊? 有啊,有啊 OK,豆蔻对我们整体有什么功效? 消化去风,豆蔻 我们可以做腌制的豆蔻 可以做豆蔻水,种子我们体验豆蔻有 老的我们做香料 这里的老板很nice 非常乐意和我们分享豆蔻的知识 受益良多 不明白可以问 谢谢你大哥 好,谢谢 哦,这是豆蔻 这是豆蔻 哇,这是真的种子啊 种子是这样子 他还没有把这个东西说它的种子 像假假的 酸酸梅样 然后这里有卖很多豆蔻水 豆蔻的膏 这是怎样用啊? 这个是鱼茶风湿 腰酸费通常绑身 带人冰啊 通常有小时 这个有时他们要带出旅行啊 比较方便的 我这里有sample了啊 我们try这个 好 我们来到了这安能牧羊场 是免费的 我觉得蛮适合一些亲子活动的 很多很可爱的小动物 哇,好多人喔 有些人中多人 是 哎呦,怎么没有 哇 这随处奔跑的羊 好多好多羊 我们可以进了吧 可以 哎呀,你很可爱耶,小羊 他们都很温馨耶 是哦 应该是习惯人类 对 吃我的手 哎,怎么咬我 啊 啊 他吃我的头发 快点救我 快点救我 站起来吗 他吃我的头发 也可以买一些冰淇淋 呃,这个是冰淇淋是吧 我看你 啊 啊 OK 哎天啊,要吃啊 太可爱了 哎,真的 包饭 哇,眼睛好大 哎呀,他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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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大还是他眼睛大 啊 都很大 吃虫 哇 他吃虫 嚇死我了 哈啰 啊,这么小 太高长大 太高长大 啊 啊 哎呀,这个 你像他妈妈,这样 是我是他的妈妈 你要把人家拿各种动物给我包 是啰 其實拿动物给你包 你林니 莫 啊 你不要不要 我 現在只是给熟人抱抱 的那張胸胸 这里是卖各种各样的资料 台湾牧草两台钱 Self Service 哇 自己付钱哦 羊你要不要羊 羊不知道有吃Carrot吗 这样买错了 羊吃Carrot的 他知道我是不是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好多次啊 竞技的山羊 喂喂喂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 你冷静啊 我真的是需要你冷静啊 你不要吓我 喂 你看他 救我 救我 要被羊欺负老板 可以这样的被你 要被关了 被关了 喂喂喂喂 他不要玩皮是吗 在这老板 够了够了你们 这被两只 你们很猖狂啊 不要给你们吃了 老板娘我们走了哈 拜拜 拜拜 对对对 我要先讲说 来这里除了喂羊以外 也是可以try它的 ice cream 跟羊奶 对了有一个好东西 要分享给大家 最近直接刷那个小红桌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好评非常多哦 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 喜欢去旅行的话 是蛮值得入手的哦 这就是YOU SMELL的电动牙刷 我喜欢它的包装 这样看根本就看不出是一个电动牙刷 是不是 我以为里面装的是眼镜 这个是夹挂的 这个是我的粉红色 它是马卡龙色系的 很美耶 这里面是绿色 哇 然后我喜欢粉色的 很少女心 这样放进里面它也可以随时带上飞机 非常的方便 放在包包也不会说很左顶 它总共有给两个刷头 一个是专业刷头 一个是合护刷头 这弯弯呢 表面呢 它其实是专业刷头 然后这种呢 就是合护刷头 第一次用电动牙刷 建议可以先用合护刷头 用罐电动牙刷呢 就可以从专业刷头开始用起哦 很多人不想要用电动牙刷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兰多charge电 用这一款的话你就不用担心 像我们这样一出门咯 然后charge一个三到四个小时 它就可以卖180天 一年只需要charge两次就够了 Usmail呢 它总共有三种模式 清洁模式 美白模式 和护模式 我本身早上呢 是用美白模式 然后晚上是用清洁模式 如果你本身牙印比较敏感 帅牙容易出血的 建议先从和护模式开始哦 那我们这样用完了 直接停 然后放在这里 它一下子就会自动关闭了 而且整个牙刷是防水的 所以整个哪里清洗都没有问题 喜欢喝咖啡 有牙黄的问题的话 更建议大家用这种电动牙刷 可以帮助美白牙齿 如果有牙齿凹凸不平的问题 用普通牙刷的话 可能会刷得不是很干净 它每分钟有38000次的震动 就可以更有效的清洁牙齿啦 好消息 这一旅正式帮大家争取到现实优惠 可以买来送礼 也可以当做情人间礼物哦 只需要在评论区或者是 description领取你的优惠圈 点击连结购买就可以啦 现在站了 我们来这边喝咖啡度一概 在集装箱的cafe外面是没有冷气的 然后里面是有冷气的 记得过以待有点进去哦 后面 他喜欢这个位置 超美的 后面是整个三圆 你看他们把集装箱 做成一个什么样的cafe 后面点了一个抹茶 在这边的二楼里有一个container 设计到很不错 就是一把这一面 扒到全部bore 就可以直接看得很精神 我真的好喜欢这里 这里真的很不错就是 这里有好几个拍照打卡的点 可能去了那些farm过后 想要去有一个地方可以chill 喝点咖啡 喝点点饮料的话 这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了稻草原 有想要这样干部的地方 有这样纯朴的经典 我那边的经典真的是太夸张了 一定要来日本将近 一定要来这个太啊 重点就是这些bore feel 你带航拍机来也是合航拍 超级布地好拍的 没有航拍机的话可以看我们这个影片 所以到时候你就会有那个意望去买航拍机 你还可以吗 在这个party feel附近有一个cafe 蛮值得来到访的 哇这个feel太美了吧 哇它的姿势也 它姿势很好笑 很豪爽 很可以啊 调整photographer 要了一个甜点 一杯茶 一个是ginger 一个是豆蔻 是吗 好够十多块吧 一杯 还有这样的view 哇 现在比高吗 可以好一点啊 那view可能真的记得 来巴勒干部 at巴勒不老 确定是吃那间还是吃阿华 右边是西山 左边就是炸粉 哦 明白吗 明白 诶我看到招牌啊 阿仙有来过 哦 有好多人哦 是啊 是西边多的人 来到这边不知道要点什么没有关系 这里的老板很会推荐 而且很幽默 人也是超nice的 你东西你不要叫多 因为你叫每一样啊 一样的话你自己也吃很多东西 这个如果不好吃啦 我到头砍下来的 我到头砍下来的 这么夸张 这个是uncle想 不好吃 头要砍下来的 老板 大河粉 它很够味 这个很下饭 白饭很好吃 很好吃 有点酸甜酸甜的 这个叫什么 虾片 你要选择吗 吃一元 多少钱这个 两个五块八的 诶很便宜一多 这个在那边买 吃一杯多了五块钱啊 这个很大匹 它两杯五块钱 你评论吧 火加菜 我咕咕是问他 我没喝过 好喝 两个都很浓的味道 附近还有一间叫做乐群茶室 这边的爪娃面也是很不错哦 老板娘 嗨 可以给我一个爪娃面吗 爪娃面是什么 可以给我一个炒 我没吃过炒的爪娃面了 阿哥好 阿哥好 买水粉 擦脸的 确定吗 是啊 水粉是擦脸的 水粉不是擦脸的咩 你也告诉我们 是不是 你觉得不像是擦脸的啦 是 没有骗你的 你们留言告诉我们吧 我记得小时候有拿来擦脸 我来参观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有看过了哦 我 我有看过 我第一次看 小的时候 完全不懂什么 那这个水粉哦 真就是护肤产品来的 而且是一个传统收益 在我们的婆婆就是阿嬷的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不了了 而巴雷布料这个地方 这边的老板都会 一一给我们解释 他的每一个制作步骤 阿嬷的SK2啊 不要没有 买这个给我 没有买SK2 谢谢老板 给他讲用哦 冬水啊 然后塗在脸上 这个人很少会 涂过夜哦 以前我们小时候是 打两道三里 踩点水 然后就塗在脸上 就整个脸白白这样 隔天星来洗掉 这个人呢 比较常用的方式就是 好像塗脸膜这样 走咯 回家 就这样我们的巴雷布料结束了 这边是一个非常纯朴 而且人情味满满的地方 当然巴雷布料这个地方很大 还有些地方是我们没有去到 如果还有什么好去处 记得在下面留言 我们到时候再去 下新影片见